当一位地勤人员意外启动了一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战斗机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1966年的7月22日 英国皇家空军第33维修部队的指挥官沃特霍尔顿 坐进了一架散电战斗机的驾驶舱 这架飞机的电源总是会在起飞的时候自动跳杂 虽然可以切换到备用电源 但是对于一架超音速战斗机而言还是太过危险了 所以必须要把它解决掉 霍尔顿于是就亲自上阵了 它是维修指挥官属于地勤部分 怎么就能够直接坐进驾驶舱启动飞机呢 好吧 它这样做是基于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是压力太大了 当时的第33维修部队已经在进行关闭前的最后收尾工作了 再把流星战斗机和坎培拉重型轰炸机交出去之后 就只剩下了这么一架总是反复出问题的闪电了 尾巴只是收不住 让它很难向上头交代嘛 第二个原因其实是跟第一点相关的 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节点上呢 霍尔顿还约不到测试飞行员了 倒不是基地里面没有飞行员 而是没有能够飞闪电战斗机的飞行员 它太特殊了 以至于飞它是要经过专门的评级才行的 而这样的飞行员呢 霍尔顿至少还得要再等上一周的时间 第三个原因是霍尔顿其实自己也能飞 当年作为机械工程师入武空军时 它被要求接受一系列的飞行训练 目的是能够更好地了解到飞行员的需求 所以它是有飞行资格的 尽管飞过的两架飞机 双一机DH82虎额和单一机DHC-1花力俗 加起来的速度都比闪电慢了5倍 于是霍尔顿的同时就开始忽悠起它了 你看如果咱们再要等飞行员的话 至少要耽搁一周时间 这中间啥事也做不了多浪费啊 其实你不也能飞吗 而且也不用真的飞嘛 只要启动飞机让它划个几十米 能够测试到故障就可以了 始终都在地面上安全的很啊 霍尔顿一听心动了 觉得这个的确是可以有啊 但是毕竟自己从来也就没有真的飞过这架飞机嘛 所以在爬进桌上前呢 还是找来了相关的工程师 仔仔细细的了解了一下操作步骤 记住这个细节将会非常关键 在准备妥当之后呢 他们就通知了塔台 安排了专门的跑道就要开始测试了 第一次霍尔顿启动发动机 提高转速 闪电开始在地面上向前滑了起来 接着霍尔顿马上就关闭了发动机 并踩下刹车 在滑出四十多米左右的距离后呢 飞机稳稳的停了下来 霍尔顿将头伸出座舱 对着一旁路虎车上的助手 这一次他的确是测试到了一些他想要的参数 但还是不够啊 于是他示意助手 继续跟塔台协调下一次的测试 如果你是霍尔顿的话 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心跳已经放缓了不少了吧 哎对了 在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呢 你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了 哎 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 以及后面几次的测试 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都还差那么一点点 于是霍尔顿准备要再进行最后一次测试了 他启动了发动机 将油门逐渐往上推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也越来越大 开始滑动起来了 在将油门推赶 推到差不多80%的时候 霍尔顿知道应该要减少油门了 但是地面上的一个小坑 突然让飞机颠了一下 缺乏经验的霍尔顿手一滑 油门一下子就被推过了80% 完蛋了 闪电战斗机上有个设定啊 当油门被推过80%之后呢 就会自动启动加力 并且油门位置也会被锁定搬不动了 霍尔顿的闪电于是 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子弹出塘的状态 难以遏制的向前冲了出去 他傻眼了 但是等等 在坐进桌上前 飞行工程师好像跟他讲过些什么 啊 对了 那个时候呢 工程师告诉他 油门附近是有一个专门的按钮的 在按下它之后呢 是可以解除油门锁定状态的 因此也就能退出加力模式了 但这个按钮到底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霍尔顿开始慌张的摸索了起来 但紧接着 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事情打断了他 战斗机的正前方 一辆加油车正在横跨跑道 看上去避撞无遗 为什么明知这条跑道上有飞机加油车 还能开的上来呢 很简单 霍尔顿的诸首告诉塔台呢 他们只会用到一小节跑道 而且根本也不会起飞 塔台再看了他们坐了几次之后呢 确实也没有发现越界 便放开了其余部门的管制了 幸运的是啊 在最后一瞬间呢 闪电和加油车插舰而过 没有撞到一起 哎 这下就该松口气了吧 完全没有啊 由于塔台松开了管制 在另外一条垂直跑道上 一架DH106彗星客机呢 正在起飞了 他们的轨迹相交在了一起 霍尔顿瞬间就面临到了第二个死亡威胁了 不过幸运女神又一次照顾到了她 也是差那么一点两架飞机 就这么紧贴着对方躲过了 霍尔顿终于有了一点时间 继续去摸索解除加厉的按钮了 但是第三个挑战又来了 前方已经是跑到尽头了 霍尔顿能在这么短的距离内 把闪电停下来吗 不现实吗 好在一番折腾之后呢 霍尔顿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飞到天上 才能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 于是啊 他果断拉起了操纵杆 闪电一跃而起 好暂停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霍尔顿此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首先 闪电是一架相当奇葩的战斗机 外观咱就不多说了 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战斗机 估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赞同的 关键是它的飞行状态实在是太快了 速度快 不开加厉就能够轻松飞到一马赫以上 开了加厉 则能够直接来到2.4马赫的水平 连5代机F22都把它追不上 爬升快 离开地面就能够垂直往上爬 只用2分半钟就能飞到12000米的高度 连它的继任者幻影都自谈不如 所有飞过它的飞行员都开玩笑说 这就是一枚火箭 之所以要长一对翅膀 只不过是为了在上面装个着陆时的指示灯而已 并且补充一句 就是这个只为装灯的翅膀也太丑了吧 好 这就是火箭 不 飞机本身的情况已经够霍尔顿难受了吧 但更要命的是 由于这架飞机是没有打算过要上天的 所以它的弹射座椅是处于锁定状态的 它的坐舱盖是处于阶调的状态的 霍尔顿的头上是处于裸奔状态的 没有戴上头盔 不仅意味着缺乏保护 更意味着无法与地面交流 既然不能弹射也得不到外界的帮助 此时它想要活命完全就只能靠自己了 飞到天上后 霍尔顿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与冷静 它先是找到了那个解锁按钮 关掉了引擎的加力模式 让飞机的速度成功的慢了下来 接着它就开始控制飞机绕着机场盘旋了 让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 然后它就得要找准时机着陆了 闪电为了获得高速 机翼的后掠角是非常大的 所以着陆输入也非常的快 哪怕是专业的飞行员也常常有翻车的情况出现 更不要说是菜鸟霍尔顿了 它自己也清楚的很 所以前面有两次的尝试 它都在感到不对劲之后就紧急停止了 第三次尝试 它选择了从反方向进入跑道 因为它很清楚 自己很有可能会冲出跑道镜头 而在那一边的跑道尽头外呢 是一个小村庄 一旦冲出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霍尔顿真的是相当相当专业 在它算好速度和角度之后呢 就猛的冲向了跑道 先是机尾触地 接着奇罗驾便接管了机身 它成功的回到了地面 但此时呢 闪电还是在继续往前冲的 毫无停下来的征兆 而原本的减速伞也在霍尔顿 用机尾触地时损坏了 一打开直接就飞走了 完全就不起作用了 情急之下 霍尔顿只好将刹车踩到了底 剩下的就只好交给命运吧 在将轮胎膜的精光之后 它终于在跑道 还剩下9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人没事 飞机也只是损伤了一点尾巴而已 那它就这样 坐着地球上速度最快的敞篷 在空中晃了足足12分钟 关键是 它原本对如何操纵这个敞篷 一无所知 而且这本来也不该是个敞篷啊 所以谁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F15是我最喜欢的一架战斗机 不只是因为它是 变形金刚记忆里面的红蜘蛛 还因为它实在太强了 比如断掉一边的翅膀 依然能够飞得回来 比如能够用炸弹 来完成一枚本该由空空导弹干的活 还比如啊 至今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 104胜零负的空战记录等等 所以显然 山姆大叔呢 更喜欢它 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 美国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试探它的极限 不断的为它开发出新的用途 而其中最夸张的啊 是发生在2006年 颇影响出来的点子了 让它背上一枚火箭 是真正的多极火箭啊 成为一个空中火箭发射平台 把小型卫星等有效载荷 随时随地的快速送入轨道 代号全球攻击音 诶 所以 波音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他们为什么要选F15 而最后为什么这个想法 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呢 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其实从空中平台发射运载火箭啊 并不稀奇 早先的美国斯恩航天公司 轨道科学在1990年就成功的 把第一枚飞马座运载火箭 从B-52的机翼下方呢 送到了300多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 如今也有维真轨道在使用747 继续像这样空射火箭 所以既然维真轨道都能受到 启发波音的工程师呢 自然也能受到启发了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平台很特殊啊 离开前两者使用的都是如洛克希德三星 和波音747这样的宽体客机来改造 而后者呢却选择了小得多的F15 为什么呢 很简单啊 因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呢 就是为已经现成拥有大量F15 及其配套设施的美国空军量身定制的 美国毫无疑问拥有全世界最好 也最先进的卫星 它们非常昂贵 非常复杂 也非常的庞大 所以发射它们上天呢 自然也成了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 这通胀意味着啊 从设计人员的工作台 到火箭发射的发射台 再到轨道上进入实质性的工作呢 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 哎 好在美国人步子卖得早啊 很多如今天天被商业 国防和情报部门用的高级卫星 早就已经在天上飞了 所以也不该有什么担心对吧 哎 可是呢 天机冲突现在已经不再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了 随着针对卫星的动能武器的发展 以及可以干扰捕捉 甚至是摧毁对方卫星的杀手卫星的出现 美国人开始担心起来 他们那些在史前时代发射上天的卫星 在面临真正冲突的时候 到底还能有几颗留得下来 比如前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就在2018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里面建造了太多精美的玻璃房子 言下之意就是啊 现在有人握着石头出现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还怎么办呢 那就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快速部署更小更便宜的卫星的系统呗 波音翻了翻自己的宣传画册 内心泛起了波澜 他觉得这次财富密码终于叫到了对的人的手里面 咱们家的F15强大到垂直都能够飞得起来 就是个涨得像是飞机的火箭第一集嘛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接这个任务呢 而且啊 跟以往要费尽心思说服 山姆大叔掏钱出来的采购新飞机不同 这一回呢 咱只是在你已经大量铺下去的设备上面做升级就可以了 如此省钱省心 你不得认真考虑一下吗 所以2006年呢 波音团队就带着他们那不一般的PPT 自信满满的参加了位于洛杉矶的第四届即时响应型太空会议 所以波音到底是怎么打算用F15送火箭的呢 下面咱们就来揭秘啊 首先发射还是次要啊 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是怎么把火箭给挂上去 尽管F15的机身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和充足的有效载荷的能力啊 但是想要把一枚14米长14吨重的火箭给安装到飞机的下方呢 也是绝无可能的 翅膀首先就被排除了啊 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 翼下的挂架是无法承载任何单重大于100公斤的物敌的 而肌腹下方呢 尽管之前经过改装的确也挂下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四米长 450公斤重的AM54凤凰导弹 但是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 火箭要是出现在同一位置 那就不是起落架在拖着F15跑了 这个角色得换到他的身上 所以怎么可能呢 只能把它背在背上啊 于是两个垂直尾翼之间的宽度呢 就定义出了这枚火箭的最大直径 而由此带来的巨大质量 则交给了机身内的四块隔板来顶住 波音的工程师们检查了一下说 嗯没问题他们强壮的很啊 好吧 重量和直径看起来都OK 但是长度却给F15制造了麻烦 火箭的整流罩呢 不仅会压住驾驶舱的顶盖使其难以打开 还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弹射装置它用不起来了 你要知道啊 驾驶这架经过魔改的飞机 本身就是一件够疯狂的事了 如果它还是一架无法逃生的飞机 那就连疯狂的飞行员都会避而远之了 波音自然是知道这点的 所以呢 干脆直接去掉驾驶舱里面的座椅 让它自动驾驶得了 当然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 操作飞机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呢 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 他们本身就操作着各种各样的无人飞行平台 就波音而言啊 他们不是已经拥有把退役的F16 改成无人驾驶的QF16的经验了吗 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 剩下的就是怎么把火箭给发射出去了 咱们来看看火箭本身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它拥有三级发动机 不过同样为了省钱省事 它直接就把美国为洲际弹道导弹 备下的库存给用了起来 第一二两级呢 用的都是来自民兵二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第三级则配备的是为各种小型火箭 提供动力的猎户座38发动机 为了改善其在F15顶上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呢 第一级的喷口后面会被造成一个尾锥 这样在经过流体力学模拟之后呢 波音的工程师们惊喜的发现 除了那个高出垂尾一点点的火箭尾翼 会使升力下降一点点以外呢 其余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那损失的一点点升力呢 只用改变一度的引脚就能够弥补了 我严重怀疑啊 F15是不是生来就是为了拖东西的 在放出火箭之前啊 波音要求的步骤是 F15先是在8400米的高度 以1.7马赫的速度做向上40.4度的爬升 等到了15000米 在1.35马赫的速度下呢 在实施基建分离 大约4秒 在F15已经俯冲 并离开了一定的安全距离后呢 火箭的第一机才会点火 进入自己的工作序列 知道吧 载荷送入轨道 诶 听上去确实是一个挺靠谱的概念啊 但为什么偏偏就只是画在了PPT里面呢 大概呢 有以下这么两个原因啊 一是美国对新颖的火箭发射系统的需求呢 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 这一点波音算错了 二是 相比其小驴拉大车 美国人显然更喜欢用大炮打苍蝇 把小火箭挂在轰炸机的大翅膀下面 不是来的更威风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儿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